哈喽,我是蛋糕师小贤贤 今天有一个早蛋,起了个大早,天都还没亮呢 就是这个订婚蛋糕,复古的超级费时间 但是做出来之后还是超级满足的 松了一口大气,感觉一切都值得了 现在录的这个蛋糕天已经亮了,比较有意义啊 是退休和生日同一天 所以是退休蛋糕加生日蛋糕合二为一的 也是刚刚好赶上了好时候 退休完没两天就又有新政策了 时时政治这些我也不太懂 反正就是自己教的社保教了好几年了 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主要是不知道我能不能活到那么久 前两天还就体检了 又多了几项之前没有的病 比如排在第一位的背痛 排在第二位的偏头痛 还有睡眠不足引起的一些其他症状 给出的建议啊就是减少工作强度 保持心情愉悦 然后缓解压力 多出去转一转 这说白了不就是不工作只生活吗 不过这段时间确实是挺累的 这几期的视频里面好像也都在说 一直在忙忙忙 总想着过几天就能休息了 就像给一头驴前边挂了一个胡萝卜 一直在打转 关键这个胡萝卜 还是我自己给自己挂的 一直告诉自己过一段就休息了 确实是忙了好几个月 结果身体就过度劳累了 这一体检下来 算是又认清了 但是也没用呀 来单子了该接还是接 作为一个烘焙人 谁能忍得住有单子不接呢 请问 而且同行好多还都在熬夜 熬大夜连着熬俩夜 这个中秋节都在做月饼 我还不做月饼 我的身体就已经这样了 哎奉劝同行呀 身体第一身体第一真的 过了中秋节都好好歇歇吧 我也打算歇歇了 优优独播剧场—— 这个人 准备了 厦门学员给我带的特产 面馅 中午下了一条来吃 配上我妈给炸的辣椒酱 倍儿香 看别人吃面馅 都说会烦子 我这个咋不会呢 下午就是学员要做毕业蛋糕了 先看第一个吧 这个练了十天的手法跟老师傅似的 做奶油霜的这个学员就是厦门的 她妈妈和她都在看我视频 也带了很多的厦门特产 所以她的毕业蛋糕我就多录了几个镜头 让她妈妈能多看两眼她女儿的学习成果 爱是两人一张棉被 也是一人一瓶精水 都是对 爱是索一百只玫瑰 也是让去抵开花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